4月15日凌晨 有湖北武漢民眾發視頻 顯示天空呈現血紅色 十分詭異 而且這種情況持續長達1小時 另有網傳視頻顯示 居民家窗外一片血紅 該視頻在網上熱傳 許多網友表示 這是地震的先兆 非常擔憂 重慶氣象臺4月15日發布消息 當晚10點開始 當地遭遇狂風暴雨 雷電交加 28區縣出現8級以上大風 南川金佛山出現12級大風 最高風速每秒32.7米 4月16日上午 江西氣象臺消息 上午10點20分左右 江西斧州東鄉出現12級大風 風速每秒35.9米 打破當地每秒30米的最大震風記錄 堪比颱風登陸 據網傳視頻顯示 斧州東鄉遭遇雷雨大風等強對流天氣 激到漲水 汽車行人都在水中前行 有視頻顯示 上午9點 斧州東鄉一秒之內天黑 窗外大風呼啸 場景宛如世界末日來臨 另有視頻顯示 一個大樹被狂風連根拔起 自身實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按照中國傳統觀念來講 極多印象的出現 偶爾是上天對人類的警告 他其實就是在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來警告當權者 其實也在警示著所有的這個民眾 那麼一個王朝快要結束了 這個政權快要結束了 那麼大家需要看清楚這個歷史的趨勢 新台電視台記者王彥喬 採訪報導